嗨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李同学的第四节课 开始练丢用吧 我自由泳还没过关 那就练 练丢用 不过我也 我也很有心继续 谁说自我泳要过关才能练丢 我就怕一个没拱固 再学第二个 不怕 来办准备 优美的出发 今天给我们李同学 我觉得自我泳就改了 不行 我还是受不了他这个腿 哎呀 这个 一直弯在那里啊 我的挺不住 接下来两个50米的自由泳 脱腿泳 两个腿你就给他伸直并弄 不要动 光滑手 只要不沉到底 只要还能滑到气 你就一直泳 偷偷的打小腿 还可以啊 这个下半身要跟着再转过去一点点 你到池边能先碰池边再抓上面吗 我感觉不加这个板了 我那腿病了的时候就有点 在走又晃 我在跟你聊这个吗 我说你到池边能够手 我先碰到池边再抓上面吗 你 我那只手直接扬上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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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时候出乎满都碰不到 频率还可以慢 再慢一点 慢 再慢点沉了 沉 我 我有说过不能沉吗 那沉了怎么办呢 能换气不 那就难了 越来越难嘛 难归难 能不能 试一下 能不能 不知道 感受一下 能不能 应该可以 优美 手滑的往了一些些 刚刚这位同学说的是 腿如果不打的话 下半身会有点 来回飘 两条腿 这个肠啊 很正 接下来在两个腿并拢 拖腿油的基础上 在转体的时候 那个小腿呀 你微微的给它弯曲一点 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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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是哪边滑水的时候 就打哪边的腿对吧 嗯 呃 对 对不对 滑左手打左手 滑右手打右手 好好好 这个灯磁边出发 河水下点用腿真的是 让人很舒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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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诶 诶 完了 又错了 诶 又对了 诶 可以可以可以 小弧度弯曲 打腿 也没弯那么早 令人愉悦 中间 挂了几下 然后又恢复了 诶 真是不错 还这么油分点 对 巩固巩固嘛 等下你又乱了怎么办 灯磁边全力以赴 加百腰爱好者 这个转头换气 变洋用了都快 哎呀 来截个图给同学们看一下 你看这是这种还是洋用 这位同学说 由于他之前是四滑一换 在我这边要改成三滑一换 所以滑到第三次 手要换气的时候 还有气 所以就会 忘记自己要转头换气 临时想起来 所以就会忘记抬头 所以导致 转头换气的时候 脑袋的水平位置低 然后就导致转头要转很 很过分才行 原因有些过于间接 但的确是这么个情况 其实要改过来的话 很简单 滑手之前先抬头 这句话 看我视频课的同学 应该都听 听出简直来了 你也没抬头啊 又是眼睛看前面 又是这样 又是抬眼睛 是吧 啊 哎 这个才是要抬了 哎这边没抬 你转头换气 站在嘴巴吸气的时候脑袋是停着那的 在这个转头的过程中吸一口气 而不是转过来停住吸一口气再转回去 那是 我吸一口气回去了 反正脑袋不要停动态吸气 动态 听见没有 动态吸气 啊 转头还是转的 比较晚 如果像我这么手电的话 这么晚就没问题 脑袋也不怎么抬 真的是 我要下达强制的那个要求了 你这个道磁边真的让我一言难尽 首先 一臂一了一半放下去 是为什么呢 刚才说到头了吗 又拍到前面 到头了你前面的手可以往后滑 就对 其次你这个 手 左手不还是抓方面 想到一个问题 就算分应该是碰到计分板为准 然后什么叫算分时间计时 对 我这个手 过来的过程中 刚好差不多是到这个位置 如果我这个手伸回去了 中间就会有个 就是有个 就是有个 就是可能我其实早就应该摸到 但是因为我正在换手 老子慢了那么一点点 那会不会我不换 我就这么飘到头还快 你不要让自己处于这个情况中 眼睛看哪里啊 眼睛看 前下方 前下方 能不能早点看见那个小短线 能不能早点看见墙脚跟 能 能的话呢你能不能早一点调整自己动作的节奏 让自己比较好的到吃鞭 而不要出现那种尴尬的情况 哎 打右腿的时候 蝶蝶蝶蝶出现了 接下来蝶蝶蛋滑手 不会 怎么可能不会蝶蝶蝶你会 嗯 自由蝶蛋滑手你会 蝶蝶蛋滑手你就会 怎么会 怎么这么做吧 我先不告诉你 你先 你自己觉得什么是蝶蝶蛋滑手 你先去游一下 那换器怎么换 转的换器 蝶蝶蝶 对加蛋滑手 对我想看一下你纯天然的状态 哎 哎 哈哈哈哈 单滑手 果然异于常人了 我们不是说好的单滑手吗 啊 啊 这也太脱节了吧 好 接下来改两点 第一手入水 低头打腿 拱屁股 上半身扎下去一点 扎下去 再往前飘 然后再慢慢上来 这是第一点 扎下去 第二手入水打一次腿 手往后滑 快腿直的时候打第二次腿 右手打一次腿 滑的时候再打一次 对 哎 哎 下啊 哎 他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低头啊下 下 你这样子啊 你漂浮然后打一下叠用腿 然后上半身下去 手摸瓷底来 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手摸瓷底 摸到瓷底啊 摸到瓷底啊 啊 有没有低头我就问你 头脑没有明显低 哎别别别说其他话了低头再来 对说多了我怕你乱啊 你那个动作保持的时间再长一点 那 哎 单滑手 往下扎 就是这种感觉 等一下 他不会每次都给我扎到瓷底吧 哎 不会 舒服 哎 这 你 哇 同学们啊 这个往下扎 不是说打一次叠用腿 就要扎一下 是怀一次手才扎一下 好吗 这位同学他 一次打腿往下扎一下 要往前下方走之前有低头对不对 抬起来之前呢要怎么样啊 我刚才觉得你回答我问题 往前上方走之前 头要怎么样啊 对 对 抬起来 哈哈其他都不用想走走走走走对对对对对等下又乱了乱了 上开机之后立刻抬起来 也不是立刻往前飘一会儿 哎对 哎对 变顺畅了后 有波动了 别用啊 就是先练波动 有的波动之后下一步练什么 动作节奏 这个奏关键是结在哪里啊 手腿的配合 很好 是这样吗 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你不要觉得好累呀 好累 有点 特别累呀 累有点你哪里了呀 腹肌 在喘了 哦喘 这个 好 放松50米 开始爆肝 好 怎么了 状态不好吗 你不喜欢爆肝吗 不是不是不是 哎 那就行 去吧 我们这个 火星啊 开始要转地球 先游 8个50米自由用 好一分三十包 晚45里面游 不要慢于50秒啊 你呢 比他快个5秒 晚40秒里面游 不要慢于45 8个50 501分30秒啊 多了 1分20 5050米1分20秒是吧 我看你笑那么灿烂还是多了啊 一分 8个50米就是总共400米嘛 啊 那50米1分20秒不是飘的飘啊 这你没听见我对你的要求吗 晚40 秒里面游 不能慢于45 那很难啊 那你刚不是说1分30秒吗 那是爆肝 啊 那我现在怎么办就是每个50按40秒这个 尽量去试尽量游是吧 对 前面差不多但后面就很难 诶 那没点难度 算什么训练啊 你是 预备 走 这大纸币 我叫到他纸币之后他就不会高总的 42 翻速 1分20包啊 1分20包 现在过程中改目标的 怎么了吗 那1分28不下来再说嘛 我再给你们改回去好不好 你们有这么好的状态就拿出来点啊 休息那么长时间干嘛 对不对 省这点时间回家睡觉不好 预备 走 哎 怎么 闹情绪 哎呀 这个腿 两只腿 右腿还是弯得早了点 那这个右腿 还是弯在那里 而且这位同学 我们李同学打右腿的时候 左腿也会跟着打 哈哈 后发先制 可以 4445 放松放松 三下蹲起 蹲起蹲起 蹲起 往下蹲 蹲 蹲下去 蹲下去 哎终于下去了 舒服 蹲下去有什么好处吗 舒服啊 好像没有啊 哈哈 那那那那你就 那你就这样 好几口气啊 蹲下去 那你就这样 预备 走 同学们你们觉得 李同学有的好一点 还是孙同学有的好一点 44 45 放松放松 保持在45以内 刚刚44了啊 预备 走 这个 手前伸 马上 直接伸到停顿点 然后停在那里 这个动作做的比较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像 箭一样的感觉 冲出去 然后停在那 飘 哎呀 最后还冲上了 哈哈哈 就不服输是吧 44 45 最后冲一下是好的啊 应该还是44是吧 对 我差不多心里有数 有数哈 有数行 预备 走 四个了 我们李同学还是蛮有那个毅力的啊 他三花一息不习惯 但是我 坚持要他三花一息 他就一直三花一息 43 46 对吧 43 老孙啊 最后七八米冲一下 把腿踢起来一点 预备 走 这摆腰还是狠一点啊 哎 起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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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哦 哈哈哈 14 46 最后冲起来 那个腿要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 那个 效果 天母 预备 走 这位同学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大腿组合 同学们仔细看一下 2加1 2加1 2次滑手 3次腿 2加1 1次腿 123 123 123 都已经冲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抓上面去 咋想的 哎呀多长时间我都没看 气得我哟 这样子倒池边 你对得起你这种冲刺吗 就是为了振风多秒啊 一倒池边捡个数 抓上面啊 你先碰到池边 不顾一切的先碰到池边再说 知道吗 好 哎 准备好 最后一个 预备 走 虫 同学们看三次 哎现在不是三次腿了 他急了 哈哈哈 啊 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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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呜 哈哈 背背背反超 4344来拆下麦伯 麦伯 心律心律 数数 数数没有啊 预备开始 到 30个 27 30 分数 100米 这是我刚才不是包肝最后 试着冲了一下吧 对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节奏不节奏就是 就是腿乱打就实际打就行了对 然后也不管手快什么反正反正腿就是 就这么一直打一直打这边关系好一点啊啊你你讲是这么一直打对 其实也没在意节奏反正就有多少力量就就就就蒙蒙甩 我要这时候重复的话了把问题抛出来对 我就说实际上短距离冲刺都是这么这么样的乱来了是吗哎也不是也不是 对首先你肯定是会乱到乱到乱到 乱到失控但不崩溃 啊是吧 崩溃是因为还有体力啊对啊那没体力肯定就 变了 我知道我没体力肯定冲不完嘛 对啊我意思是实际上通刺他比方说50米通刺的情况 就可不可以就说有没有可能从下水 开始就一直在乱打就这么没有节奏 腿乱打然后手一直跑这样有这么个阶段啊 不是这么个阶段就是全腾这样子 是啊 也是ok 一开始练冲刺都是这么过来的 到后面你冲多了呀 你的体能跟上了 你会感觉哦 我50米再怎么豁出全力冲 我这个体能也是干不光的啊 我甚至是100米都可以这么做 嗯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那个 动作加到极致 也会出现配合感 哦就是 当你体力很充沛的时候当你实际刨实际打腿的时候你慢慢你就知道可能你划一下手是打三三到四下腿这样子 就有这么一个 潜在的频率是这个意思吗 我都说了有这个阶段 一开始兜断 后面体能上来了 充斥的那个节奏感上来了 会有感会有节奏感 那你说所谓练这种节奏 然后是不是就是每次包干的时候 在最后那一小段就 逼自己去冲 就是很好的 然后就 就是很好的 快没力那个时候是提升最快的 哎 of course 实际上 你还在床啊 我是在床 你不下水放松 放完了 两下就好了 我 就因为 我前段时间不就一直我就说现在调动作手脚就不不协调嘛 对 尤其慢的时候更不协调 但是我发现我就是刚射冲一下冲也没什么协不协调就这么流 对 就这么协 就这么 反正全力打出来 拉长油和冲刺油它根本就是两种模式 那如果再练就还是练练慢拉 都要练啊 都要练 那不还是有那个相对固定的对比 对呀 明白 好好好 那行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你 这位同学他没放松好 但是 他有事 对 同学们不要学他 没有问题 这个命又短了两分钟 我跟你讲 哈哈哈 要放松好啊 好吧 多睡两分钟 好的 好的 你怎么说 先去吃饭吧 可以 好好好东西们自己回到这里吃饭去拜拜